我是一个全职十年的三胎宝妈 今天是我上班的第四个月 如果你问我上班好还是带我好 我想说百分百是上班好 上班你是准点上班准点下班 还可以带薪拉个屎 时不时忙里偷闲甩个手机 最重要的是还有工资呢 个全职宝妈那真是24小时自带马的全年无休啊 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三小时喝一次奶 想睡个整觉是不可能的 一个晚上醒来几次不是尿了就是饿了 有时候还莫名其妙整晚哭 怎么哄得不好就更加崩溃 妈妈累得往那一坐都睡着了 但是只要孩子一哼急立马又直冷起来了 虽然她既不上学也不上班 但她偏偏起得比鸡还早 天没亮就往你身上窜 她可不管你多睁不开眼 抵床泡奶做早餐洗衣服 身在厨房心系孩子眼观六路二听八方 外面过于热闹或者过于安静 你都得熄火出来看看生怕她作妖 一个菜炒八次那是常有的事 吃完饭擦桌子洗碗拖地 遇上粘人的时候 抱娃炒菜抱娃蹲厕所那是常有的事 好不容易熬到娃上学了 早中晚光学校就得跑八趟 放学回家就更热闹了 你要做判官 因为她们有炒不完的架断不完的官司 要读博士后 因为她们有问不完的十万个为什么 妈妈打卡 妈妈接龙 妈妈做口酸 妈妈早上吃啥 妈妈这题我不会 妈妈做一吃啥 妈妈我饿了 妈妈中午吃啥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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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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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拍摄 吃了晚饭还有辅导功课这套众头戏 等你血液升到 180 嗓子吼烂 桌子拍垮 也差不多10点该睡觉了 除了妈妈这个身份 你同时还是个采购员 一家老小吃穿用度 买再买日用品 今天吃啥 明天吃啥 都得安排得明明白白 如果老公给力还好 他下班那就是你的高光时刻了 遇上不给力的 伺候完小的 你还得伺候大的 别提有多心塞了 所以你们说 上班好还是带娃好 但凡有人看娃 我猜大部分宝娃都会选择上班